剛剛大家都讓他笑了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玩很多的 來 我們試看看 剛剛你有沒有發現 他是用代碼的方法 你都不容易知道這是什麼 不容易 但是有個優點 積木比較簡單 對不對 會比較精簡 比較精簡 那如果你想看它是什麼 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在這個代碼 有沒有 這個積木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說明 按一下 欸 它會跳到這邊來 會開一個控制的頁面 那你可以把你開發板的名稱 來 我先把這個啦 你把這個代碼 因為你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形狀 對不對 你把這個代碼複製起來 拿到剛剛這個裡面 這裡 這個裡面 你把它貼上去 請問這樣有沒有知道是什麼形狀的 反之也是可以 你在這邊點一點 它會產生代碼 你就把它貼到你的積木裡面去 這樣了解嗎 那麼為了讓你更有感覺 你可以把你開發板的名稱 有沒有 像我開發的名稱在這裡 我把它拿到上面這邊開發板有沒有 把它貼上 腳位也設對 16 16 14 5 你就按下連線 就是我把腳位都對好 然後就按下連線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當你在這邊點的時候 點到那邊 加個鼻子 請問我這邊會不會跟著亮起來 這樣比較有沒有比較有feel一點 如果你沒有連線 如果你沒有連線也可以用喔 只是說不會同步一起出線而已 這樣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子 這樣 有沒有就接起來了 對啊 這樣有沒有簡單 所以有沒有發現 他已經發現把代碼產生好了 你就扣過去 當然如果你要顯示比較基本的 包括什麼 然後有一些數字 我這邊 A A 有沒有 也可以數字 那麼這個開發板最多啦 最多能夠顯示多少數字 就兩位數碼 零到九九回憶 一百就比較抱歉一點 一百要用跑馬燈的 哈哈 跑過去啊 沒辦法你顯示比較多吧 那他也有一些圖形 比如說像這樣對不對 一二 就是有一些內建的形象 哭哭哭啊 有一些比較簡單的圖形 你可以像這樣就顯示出來 其實也不錯 對不對 很簡單 那就再把它摳過去 啊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好 右手邊有幫你準備一條嗎 QR Code 自己掃描一下 哈哈 手機上自己按 反正意思都是一樣的 好 都是方便你就是 如果你覺得 欸我需要怎麼樣 了解那個代碼 好 那你就從這邊來用 這是你透過他的這個工具 來直接開發 那麼我們的積木裡面呢 其實還有 往下走 你看 有沒有剛剛那幾個東西 有沒有 這幾個 當然如果你不要靠那個 你用下面這個六十四顆 自己點也可以 只是沒有互動而已 只是沒有互動而已 那 我們往上看 除了讓它顯示出來 這裡還有什麼 兩種動畫的方法 可以做動畫 也可以做爬馬燈 可以做動畫也可以做爬馬燈 所以呢 如果你要玩動畫 像我們在辦理裡面 就跟各位介紹 小綠人 你在路上沒有常看到嗎 對不對 那這個呢 就要回歸到我們的專業 要有分鏡圖 對嗎 要做動畫 要有分鏡圖 我們就把它拆開來啊 拆開來你就可以看到 你只要照這樣點點點就會啦 你就會有個動畫 因為我們 這個八十四顆 還是比我們平常的那個少啦 欸各位知道我們那個 馬路上那個有幾顆嗎 從來沒有人那麼無聊去算對不對 我有真的去拍 哈哈哈哈 有空你過馬路你給你看看 它有些有偷懶喔 它不是 不是說整個這樣平面通通都有燈喔 因為它有些是用不到的 它就省下來 它就沒有加那個燈 你可以注意一下 像是過馬路的時候就注意一下 但是要注意車子比較重要 哈哈哈哈 所以像這樣 那萬一我就是屬於不太會用了怎麼辦 啊 像這個有沒有 有跑馬登加動畫也可以玩喔 我們剛剛是那個動畫對不對 你也可以把跑馬登加動畫結合在一起 會跑又會動 但是要用自竄的方式去把它接槍 好去把它接起來喔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先看下面這裡 萬一你就是屬於那一種 我就給它畫那一種東西的 怎麼辦 你可以到這個現障服務 請它幫你轉辦一下就好 不過要記得啦 不要太複雜的 因為八成八嘛 太複雜的你應該知道會變蒙太奇 好 一顆一顆 會很模糊啦 對不對 好所以 不要弄太 因為這個現障服務還不錯 它也可以幫我做動畫 甚至把你原本的動畫 你只要把圖片揮進去 你就可以怎樣 它就把你產生這樣點正圖 你只要照著那個去描繪就好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太會點 不太會點說到底點哪個會變成什麼圖案 那你就可以利用那個方式去做 這個 我簡單做一下給各位看 因為部落格上我有介紹 好你看一下 我就直接建立這個 如果你覺得這個英文有點障礙 Google翻譯一下 支援 好可以用Google翻譯 我先用英文的沒關係 Create a Sprite 好 OK第一次進來 我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32x32 因為一般我們那個 我們有一種叫像素圖 像素圖有些人喜歡用那種方式做動畫 你們有看過之前去年吧 有一部電影是熱高的 也是有點類似那種感覺 熱高不是都一塊一塊的嗎 對不對 那您看到右手邊這裡 這個地方resize 預設有沒有32x32 有那麼多顆就可以做比較多 你就可以先把它尺寸先設好 8x8 然後resize 你看這樣有沒有8顆 對不對 這邊8顆這邊8顆 其實它也提供繪圖的工具 也提供繪圖工具 也提供繪圖工具 所以你想要自己拿一顆 有沒有跟我們剛剛這樣直接點很像 而且它有一個好處 它有什麼 它有那個鏡像工具 所以如果你是屬於要畫人啊 你看 我要畫笑臉 有沒有我這樣一畫 就一起了 左右兩邊一起畫 你可以水平或垂直鏡像啊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要做那種對稱的這樣比較快 這樣是比較有感覺 那這是自己畫的 自己畫的 自己畫的 啊我剛剛就講就是不會畫啊 才來這裡對不對 所以 怎麼辦呢 從右上講這裡 欸我看一下 這裡 這個地方 有沒有import 匯入 好那你就可以去找一下形狀 比如說我們來這邊 圖片 你可以找看看 比如說 smile 我們剛剛算也是笑 有沒有很多種笑靶 對不對 那 這個是比較簡單 我要這種笑 可以啊 而且我就把它另存圖案 把它存起來 好 這是JPEG的 存好之後我就告訴他 欸我要把一張圖片叫進來囉 他 這個網站的服務還不錯 你可以 把你做好的 直接儲存在你的電腦裡面 也可以存在雲端 好也可以存在雲端 那 我從local裡面去找 有沒有 load from browser 也可以 或者是 我直接把 動畫 有沒有 GIF也可以叫進來 他也會把你把每一張都分開 或者是 單獨的 我就用下面第三個這個選項 把它選一下 找到剛剛這一張 然後你要告訴他 我只有 八成八 就是這個地方 他會問你說 我要把你resize成多大 因為我現在沒那麼大張 所以呢 沒有問題就下一步啦 他問你要取代還是要跟那個結合 我就replace 哇 除了這樣 你就只好自己再補進去啊 其實因為我們真的登庫比較少 所以你找太複雜的 或是像剛剛那個 線條比較細 所以效果會比較差 好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就可以他幫你先做一部分 那你再補充就好 OK